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政府为了管理辖区内新设置的畜牧场 促使花莲畜牧业健全发展和永续的经营 已经在109年的11月9号公告订定 花莲县新设置畜牧场管理自治条例的草案 如果民众对于草案的内容有意见或是要修正 可以预告期间提出 同时花莲县政府为了让民众更有全面以及畅通的沟通管道 也在11月25号以及27号这两天召开了市场次的说明会 直接收集民众对草案内容的建议 并据此来修正草案的内容 花莲县新设置畜牧场管理自治条例草案 已经在109年11月9号公告订定 25号的第二场是在朔丰乡文康中心举行 同时也来了200多位民众 县府农业处希望透过说明会的交流 直接搜集民众对草案内容的建议 并据修正草案 那我们一样会把这些意见问题收集 作为做修正这个部分 那这个公告到修正 我们一样会提给台大 然后我们自己本身也会去做修正的一个动作 再由县府法规 然后送给县务会议通过后才会到议会 所以最后拍板是在议会 也都不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是流程上 先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另外一个部分是 今天我们来不是来做任何承诺 而是来倾听收集意见 所以各位所提出的这些重点 我们都会在意 把各位重点这些意见 变成我们现在在未来修订条文上面 都要去列出的一个部分 而来到说明会的民众相当踊跃 包含凤林镇以及受风箱的居民 也都提出各自对于自己条例内容的意见 第二 设置地点距离学校 一千公尺以上 四 设置地点半距离一公里内 居住人口少于一千人 五 与林立隔一带六公尺以上 六 设施不可影响隔离农体 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的制造成 七 搭台比造新建楼色标准诊杂 在第四条里面还规定 乡镇四公所可以在 有天然屏障的情况之下 缩短到三百公尺以下 这是相当相当的放宽 所以我们人民根本没有办法保护自己 我认为这个应该要调整 既然距离不是万零单 那我希望政府呢 就在我们的自治条例里面 考量更多的评估 例如饲养的数量 种类 规模 还有我们的人口比例 通通纳入考量 这样才会更完整 有民众觉得这条例应该定定的更严厉 因为这条例是无法让业者与民众双方 能够得到满意的结果 既然双方无法 双赢就应该严格标准来看待 保护花莲的好环境 由于花莲县自治条例草案目前已经公告 因为考量民众关心畜牧业发展 以及自身居住环境 据时效急迫性 因此将预告期间缩短为30日 并于预告期间办理四场说明会 搜集民众意见 之后交友花莲县议会 做最后相关法条的审核跟公告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